嗨,我是Regin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刚刚已经录完了前一支视频 就是我的年度爱吃爱看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的年度爱用品 我不会像其他美妆博主一样 就是每一个类目每一个品项都介绍一样东西 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每个品项都用了很多 然后可以从很多里面挑出一样 那我只介绍我觉得好用的 我扫视了一点我的东西里面 这个好用我就会把它拿出来 并不去追求类目很全 还有一些也是很喜欢的东西 可能我就会放到我的糟糠器里面 其实我的糟糠器已经录了很久很久 这支视频非常长也非常非常的糟糠 我到现在还没有剪出来 我不知道我在16年能不能把这支视频剪出来 可能会放到17年 有一些我就因为在糟糠器里面出现过了 我就不把它放到我的爱用品里面了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一支DHC的橄榄油护船膏 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也都知道它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其实我本来已经很喜欢用我那支金江兄弟的薄荷味 我已经就可以说我就是痴迷于薄荷味 我对任何没有薄荷味的东西 我都会觉得它会不会就是油腻啊 可是这一支它就会涂上去觉得真的日韩 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就真的它的使用感很好 packaging啊什么的都很精致 这是日韩的一大应该说特色吧 我真的希望欧美那些厂商你们好好学一学 让人感觉特别精致特别喜欢 接着要说的是Jelic的玫瑰护手霜 其实这个玫瑰护手霜买了也有一小段时间 并不是说我用了它一整年 可是这个玫瑰护手霜 就是感觉它非常的厚很滋润 跟欧书丹什么比起来 它的确是厚很多 可是当你涂开了以后 并不觉得它有粘不拉击 那种什么事都不能干了 手都不能用了的那种感觉 然后感觉很保护整个手 所以这也是我今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接着这是我要重磅推荐 超重磅强烈安利的Muji的洗发水 可是Muji的洗发水 大家要看一下这边 它会有它的一个类型 它下面会写 这个是Mal的 它还有什么Herb 还有我最喜欢的是一个Scalp 专门针对头皮护理的 然后它还有什么Natural Natural是最不好用的 就是千万不要买 至少对我来讲 我是不喜欢那种低泡的 你知道因为这样女生洗个头 真的是挺麻烦的 然后就希望有泡沫啊什么的 能把我们那个头上的油啊什么的 能真的洗洗干净 而不是来跟我说什么低泡啊健康啊 我也知道低泡健康 可是我真的觉得低泡洗不干净啊 到美国来以后就只能买到这些什么Mal的啊 Herb啊 Scalp这一款 我在上海的时候买到过 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买到过 如果你可以买到Scalp那一款洗发水的话 一定一定 拜托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那个好用到就让你感觉前面二十几年头都白洗了 我以前头发有这么长就就到这里这么长 那那个时候 我其实不是很爱洗头 我两天洗一次我觉得很麻烦什么的 然后用了那个洗发水之后 简直天天洗头 就爱上洗头 觉得洗头怎么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情 它不仅那个味道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Lemon的味道 然后它那个起泡啊 然后还有对那个头皮 就只能又干净又清新 然后反正就是好爆了 然后到美国来 我又去木鸡 美国的木鸡买就是只能买到这种 然后没有买到Scalp 如果你们能买到一定要去买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这个其实我已经快用完了 你看已经用到这里是一个Bulis的沐浴乳 我特地挑了个柠檬味嘛 它还有西柚味 就是这一类柑橘类的味道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就是那种泡沫非常绵密的那种感觉 有一些沐浴乳 它可能会很难冲滑不拉筋 那种假滑什么的 它不会 它就是很容易冲掉 冲掉了以后 全身就是那种很清爽 很natural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不过我可以原谅它 它会 那颗沐浴球会很难洗 可能要洗个两三把才能洗干净 这是唯一的一个缺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上这么容易冲掉 但是沐浴球上的却很难冲洗干净 刚刚露了一大段以后 发现没有露进去 我再从刚刚断掉的地方开始 然后接着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一款沐浴油 那相对这一款来讲 沐浴乳来讲 它就是比较滋润 非常适合现在的秋冬 因为我现在是生活在康州这边嘛 就是在纽约的 下面是纽约 上面是波士顿 那这个纬度差不多就是国内的黑龙江那边 我之前在国内是生活在上海的 它是沿海地区 所以它的冬天是那种湿冷 然后夏天是闷热 所以我的皮肤从来没有感觉到过 就是那种干燥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 我真的就是干燥到浑身痒 我洗澡的时候就会这里抓 那里抓 然后洗完以后就很可怕 皮肤上这里一条红的 那里一块红的 发现这个沐浴油之后 我就觉得它真的要比沐浴乳滋润很多 然后用完以后也不会觉得浑身这里痒痒 那里痒痒 然后什么腰痒啊 腿痒啊 大腿痒啊这种 有一阵子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床单没换的特别勤 然后我就洗床单洗的特别勤 发现还是没有用 然后其实就是要涂身体乳 在这里真的是干到必须涂身体乳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很嫌弃身体乳 因为我觉得粘不垃圾的 然后盖上被子 然后就感觉会粘着床单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不爱涂身体乳 但是到了这里身体乳变成了一样必备 就是一定得用 如果你可以换的话也尽量把沐浴乳换成沐浴油 这样子的话就是对抗这种干燥的天气就是会好很多 但是如果我那天去健身的话 我就不会用这个沐浴油 因为这个沐浴油让我觉得 它虽然非常滋润 但是真的要把大汗淋漓以后那种出汗什么洗干净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这个 所以这两个我就会交替着用 接着想给大家介绍的 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你一定看到过 非常容易买到 就在我们这边的沃尔玛里面的两款磨砂 一款是身体磨砂 一款是面部磨砂 这个身体磨砂 其实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罐 三罐 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我非常喜欢这两款磨砂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是真的磨 它们是真的磨砂 而不是那种很假的那种什么凝胶状的 然后给你涂到脸上过了一会儿 变成一条一条的或者穴穴那种 我真的很怀疑那种凝胶是不是只要是碰到温度 只要是热乎乎的 你皮肤就它就自己会凝结成一条一条的 然后你搓着搓着就感觉好像是去角质了 但是我觉得去角质还是要有这种真的很颗粒状的东西 真的狠狠的搓的那种 像如果我搓手肘的话 我用这个搓完我就会觉得手肘真的变滑了 这才是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变化的 真的皮肤变滑了 真的是去到角质了 要不然就感觉很假 用了跟没用一样 那这一款面部的也是一样 而且它还是得过 你看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奖 同款的它还有西柚味 其实我当时马上就被它旁边的西柚味给迷住了 我打开来闻了一下 我觉得西柚味是那种死甜假甜的那种感觉 怪不得是它得奖 然后它是那种比较清新的味道 所以最后还是买了它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款我想说的面部磨砂 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层清洁来用定期用的 一个加纳宝的酵素洗烟 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知道它用过它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个小小的颗粒 然后你把它打开 真的是非常干净的单独包装 再次想说日韩的packaging 真的比北美好很多 这样子很干净的就把它打开 然后这一堆粉你把它倒到手心 然后加水让它起泡 起泡了以后你都把它涂到脸上 按照我刚刚前面的要求 有颗粒来讲 它的确是没有什么颗粒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 就是泡沫它是最容易深入毛孔 就是到毛孔里面去进行深层清洁那些什么脚栓 什么黑头所以我经常会搭配打泡网 那个打泡网打出来以后这个泡会变得更加的绵密 然后就是那种厚厚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看一本杂志说最专业最好的洗脸的手法 就是手不要碰到脸 当时我就在想手不要碰到脸 那怎么洗脸呢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示范 它就是因为那个泡真的是很端端很弹的那种很绵密 所以它只会手碰到那个泡泡而不会碰到脸 如果用这个配合起泡网的话 也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就是非常非常绵密 非常非常厚的泡沫 你的手根本就不会碰到脸 然后这是非常轻柔的 然后把那些黑头角质啊什么的给洗出来 每周吧 可能就是定期清洁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其实呢也算是今年的一个新发现吧 我有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 哈巴它的一个卸妆油 那为什么喜欢它 让我告诉你们它的用法 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 这是懒人必位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走进领域的那个地方 然后觉得哎呀没卸妆 然后它是失手可用的 就是失手失脸可用的一个卸妆油 就是你就算你脸已经湿了 你就可以你也可以把它挤上 然后马上就抹一抹涂一涂 然后赶快卸一卸 而且就是用它你抹完洗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清水冲掉 冲掉了以后 你不需要再加另外一个什么洁面乳啊 再清洁一遍 你直接把它冲洗干净 你就卸完招了 脸也洗完了 就是简直就是各种的一步到位 比那种比如说Philosophy的那个一步到位来讲 它是毕竟是洁面乳嘛 这个是油耶 所以油能洗得更加干净 这个真的是懒人必备超级好用 然后哈巴也是一个让我就是非常放心的一个牌子 我的糟糠期里面也会介绍到它的那个油 面油 大浓妆可能它不会卸得像真的 就是你非常仔细的用化妆棉 棉签各个角落都卸得非常干净 因为毕竟你只闭着眼睛用手 随便抹一通嘛 但是如果你是平常的淡妆的话 这完全是没问题 毕竟人家还是油嘛 接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最近的辛丑 有点脏 因为我刚刚化完妆就没有洗它 这是一颗Beauty Blender 其实是我心宠 但是我觉得这会是我以后一直的挚爱吧 它真的超好用 没想到一颗普通的美妆蛋就可以这么好用 我现在上那个底妆几乎全部都是用它 我外面有一个小松鼠 它突然跳到我窗口下了 我一跳 我记得我刚买来的时候 我还介绍过它就是上眼妆 因为我非常注重遮黑眼圈 然后其实我顺便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我等会要介绍的 这是一个Tarte的Under Eye Corrector 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实在是太好用了 用这个Blender把它就是Blend开 没想到它可以遮得那么老 可以遮住而且又感觉很清透 你们可以理解这种状态吗 就是用它Blend完以后 你感觉整个皮肤很清透 但是却把遮瑕 该遮的遮瑕都给遮住了 这就是它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个Under Eye Corrector 它是有一点点的橘色 它其实就是那种油分很多吧 所以它很滋润 而且Tarte它是一个让我也是很放心的品牌 它很多东西都是孕妇可用 我觉得眼下的东西我要非常的注意 我不敢用像唇彩啊眼下 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非常买 非常放心 我尽量不会去买开架的 本来我都习惯用刷子 有了这个之后我就不用刷子了 然后就直接用手把它抹在眼下 然后再用这个 当然它是要打湿以后用的 然后我就把它Blend开 再稍微用一些遮瑕粉饼遮一遮 这个黑眼圈就立马遮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如果用它来上整个全脸的底妆 我也是全脸会用它来上底妆 就会觉得它非常非常非常的轻头 真的是强烈推荐 虽然它很贵 我之前也有看另外一个美妆博主 他介绍了一个好像是Pony 他介绍他看到Pony的视频里面 介绍了一颗韩国的美妆蛋 说可以达到类似的妆效 那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但是我在这边因为美美比较难买到 如果买到的话其实也很贵 所以我还不如就直接买Beauty Blender了 好接下来要说的是两个primer 这一个primer相信已经家喻户晓 这是Sophina的 它是我在夏天非常非常喜欢用 我甚至前一段时间 11月我都在用 我都觉得它非常好用 可能现在没有必要 因为它是主打式控油嘛 我通常会把它和这个VDL VDL也是我要想说的 发现它是一个百搭 跟任何底妆产品 什么primer啊 粉底液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和一个有色的primer 我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有色的primer 所以我都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只要是它和任何另外一个primer结合到一起 就会营造出那种清透有光泽感的那种底妆 其实还有很多high-end也做类似 但是我第一个知道的是它 它已经让我觉得非常不错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再去花更多的钱去买一个更贵的high-end的产品 它是那种很细腻的不算是那种shimmer什么颗粒很大什么咔一道那个闪片那种很可怕的闪 是那种很自然的光泽 我觉得它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我对一个光泽透明肌的那种追求了 所以我就会可能这个我会一直用下去 最后一样也是最近的新宠吧 colourpop 今天就拿一颗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是I heart this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丝滑 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试过颜色 就超适合这种holiday season 有没有就是这种啊亮亮的bling bling的 真的是懦软用在它身上是一点都没错 舒服 你就一道一道的 而且它显色度真的是也太好了吧 所以colourpop也是我非常推荐的眼影 好那今天的年度爱用品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 Happy Christmas